有新的系列,我叫基督的爱的系列 在那边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我给你讲个笑话 有一天,有个老太太在街边走路的时候 忽然间被一个年轻人,一个劫匪 将她颈向上的那个钻石项链抢走了 但是在千军一发的之际 那个老太太也不输 她也捉住那个年轻人,可是捉不到 却捉到她手背的那个手链 抢到她的手链 然后呢,警察过来询问 就问说,老太太,你认得看清楚这个劫匪的样貌吗 那个老太太说,哎呀,无所谓啦 我的钻石项链是假的 重要的是,那个劫匪的手链是真的 所以你看啊 我们很在意,今天你要来教会 为什么你来参加聚会 因为你要找真的东西 对吗? 你不希望人家告诉你一些info 告诉你一些资料是假的 或者你领受的东西都是ir片的 神话故事来的 我们最怕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要让你看到上帝的话语 今天从一个经文里面来认识 一个关于基督的爱 的真相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 菲利文书 英文是 菲利文书 它没有几张也没有几件 它只唯一一张很短的一封书 菲利文是整本圣经 包括旧业和新业 是最短的一封书 里面圣经总共有66本书 可是这个菲利文书是最短的 全长只有25届 所以我们从这个25届里面来看上帝对我们说什么 我来读和贺本第一节这样讲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同弟兄提摩泰写信给我们 所亲爱的同工菲利文和妹子亚非亚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部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 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以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 使人知道你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弟兄啊 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安慰 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了畅快 第八节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党吩咐你何疑的事 然而像我这有年级的保罗 我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求的林肯 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亚尼西姆求你 他从前以你没有益处 但如今以你我都有益处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 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为父音所爱 所受的捆锁中替你 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做 叫你的善行不处于勉强 乃是处于甘心 十五节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 十六节 不再是奴补 乃是高过奴补 是亲爱的弟兄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是你呢 这不居是暗肉体说 阿斯安主说 十七节 我若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帐上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亏欠于我 二十节 一中 忘你使我在主里 因你得快乐 并忘你使我的心 在基督里得畅快 二十一节 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要所行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 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 借着你们的祷告 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二十三节 为基督耶稣 与我同坐间的 以巴佛问你安 与我同宫的马可 亚利达古 迪玛 路加也问你 你安 二十五节 最后一节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的恩 藏在你的心里 阿们 让我们做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免你 求主你打开 天上的 把赤下天上的马拿 给我们 让我们从这费力门书 学习到 如何基督的爱 和等的 强阔 高升 然后 怎么影响 我们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赞免你 我把以下时间求你 高末 你的仆人 高末 你讲台 高末 在座的每一个 兄弟姐妹的心 和耳朵 眼睛 感谢赞免你 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大家讲 阿们 正如我所讲 菲利门书是圣经里面 最短的一本书 你全长只有25戒 然后按着希腊言文呢 只有334个字而已 以我们中文的字眼 包括飘点之后呢 总共有807个字 如果你有空就万去算 我是用电脑来算的啦 如果你有空就万去算 全长只有807个字 他还少过一个文章 一个文章 文章至少有15个字 对吗 所以要少过一个文章 然后呢 我给你看一些的背景 好不好 一些的背景呢 我没有开 难怪了 一些的背景 第一 他这本书呢 是保罗坐监 在监义里面 写的一封书信之一 保罗总共在监义里面 写了四本书 第一就是 以弗所书 菲利门书 之前我们研究的 哥罗西书 和这本菲利门书 四本书 他都是在建议写的 这四本书 然后呢 第二 他是很典型的诗函 为什么讲他是很典型的诗函呢 保罗在他旧业 在新业里面呢 保罗总共写了13本书 占了新业的30% 这13本书里面 有的是写给家会 有的是写给个人的 个人的 他有写给 比如说 有写给提摩泰 我们就有提摩泰前书和后书 也写了给提多 提多书 这菲利门也是一个诗函来的 诗人的信件来的 可是 如果你相比这三个诗人信件 提多和提摩泰 起码在里面都有 谈记到 教会的事物 可是刚才我们读的 菲利门书 完全没有提到教会 也完全也没提到 这是很个人 很个人的书信来的 今天你问我牧师 为什么这样个人的书信 会放在圣经里面呢 到底上帝要对 对这个个人的诗函 对我们讲些什么呢 所以我也看得很重要 在过去很多的 伟大的解经家 都看菲利门为一位 很宝贵的珍珠 因为里面 藏了很多的 很多很多高深 奥秘和智慧在里面 上帝的智慧和 一个上帝 就是基督徒 该有的智慧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来查考 还有 刚才都讲了 它是一封请求书 请求书是说 是保罗写信给菲利门 请求 叫菲利门 接纳他以前的一个奴物 叫阿弥西姆 回到他身边 然后呢 里面呢 这本只有 本本的25节里面呢 总共提及了 11个人物 我们来看 哪几十一个人物 第一 他讲到 第一章 第一节他讲的 为耶稣基督 被求的保罗 同提摩太 两个人了对吗 写信给 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 第二节 和妹子亚非亚 和我们 一同当兵的 亚基督 看到有 总共五个人 前一开头 有五个人 五个人物 然后最后 最后 接下来 有五个人物 中间有一个人物 总共下来 十一个人物 那我稍微讲一下 写信人有两个 一个是 保罗 然后另一个 叫提摩太 收信人有三个 一个就是亚非亚 和妹子 妹子的 希腊言文 叫做姐妹 就是说 他的太太 菲利门的太太 也是信主的 叫姐妹 姐妹 我们通常叫姐妹 姐妹 亚非亚 和他一同当兵的 亚基督 其实如果查考 历史的话 亚基督 就是菲利门的儿子 可见呢 菲利门一家人 都是信耶稣的 然后你跳到 二十五届 二十五届 没有 所以二十三届 二十三届来说 为基督耶稣 以我一同坐监的 以巴佛 问你的安 有一个人 叫以巴佛 然后以我同工的 马可两个 亚利达古三个 迪玛四个 路加五个 总共五个 开头有五个 界尾有五个 中间有一个 叫 亚尼西姆 所以整本的书信 总共有十一个人物 在里面 所以 为什么我要跟你分享 这些东西呢 其实很重要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远文里面的内容就是要 请求斐利门 叫 斐利门 接纳 叫 阿尼西姆 那我要稍微告诉你 稍微告诉你 这个 它的地理形式 跟这本书 就帮助你明白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查搞 这本书那么重要 其实 刚才我们讲 斐利门住在 斐利门是一个人 不是家会来的 不要误会 斐利门住在那里 圣经讲 斐利门住在 哥罗西 哥罗西 所以刚 之前我们查搞的 哥罗西的书 就是他住在那边的 但是 重点不是因为 他住在哥罗西 重点是 哥罗西教会 就是他家里 他的家 就是开 教会的 他家就是 本身 就是开放给 人进来 坐在家里的教会 所以 你问 请问哥罗西教会 在那里 哥罗西的教会 就在斐利门的家 请问斐利门家 在那里 就是斐利门家 明白吗 这是重点 那 我要给你看一件东西 其实 如果你看 你看我地图一下 哥罗西在这里 然后 其实 哥罗西就在一个山谷 山谷 很漂亮的 今天在那里 在土耳其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有 去 土耳其旅游的话 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钱真的 应该去土耳其旅游 因为 风景太美了 你看他 本身的湖啊 就很漂亮了 我没有办法放大而已 其实很漂亮的 然后呢 这个哥罗西就在这个山谷里面 而这 哥罗西 在这个山谷里面有三间教会 一个是哥罗西 第二个是老底嘉 第三个是希拉多利 OK 如果你用这三个 三个点来看 他就形成一个三角形 有没有 很奇妙哦 在这三角形 那么呢 其实呢 三间教会都 都住在一个山谷里面 都住在山谷里面 重点是 他们 他们呢 两三间教会哦 都相 相 距离 只是十多里而已 其实很近罢了 所以三间教会都很熟的 三间教会都很熟的 如果保罗写信给哥罗西 哥罗西 哥罗西教会看完之后 就巴斯给老底嘉 老底嘉看了就巴斯给 希拉多利 这三间教会都很熟的 然后过着 保罗写信给老底嘉 教会呢 就巴斯来 巴斯去 他们的书信都巴斯下去 所以三个教会都很熟的 可是 我跟你讲过 保罗 这一生当中 写了十三封 十三封书信 得到取释最高 得到上帝跟他讲的 教会的奥妙 最深的道理 就是在这四本 四本监狱书信的 哥罗西书 以佛所书 和菲利比书 和这个菲利门书 我要跟你讲一件 很重要的信息就是 当上帝把话语交给你 上帝启示你最高的一个启示 给一间教会的时候呢 上帝同时也对这间教会 有一定的要求 对这间教会 有一定的属灵责任在那边 当上帝把话赐给一间教会的时候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上帝信得过他 可是 以今天的地理形式来说 如果你回到德基 土耳其 这个山谷里面呢 你几乎找不到 哥罗西这间教会了 哥罗西都埋在地底下了 再一次的地震呢 把所有哥罗西的城市 包括教会 所有东西都埋在里面了 为什么这样呢 今天是一个警惕 今天你来教会 来听道 上帝的信念不只是 你来应酬 来立行 你做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听了道就好了 圣经说 听道而不去行道的人 就好像一个人 照了镜子 却忘了自己模样的一个人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所以呢 哥罗西教会的遭遇和他的 他的结果就是 深埋在地底下 到今天还没有窝出来 那你说 牧师你跟我讲 这个事情有什么用 就好像今天 牧师在这里讲道 牧师把道给你们 如果我本身没有遵行这个道 上帝对我的要求和对我的审判 是对跟相比而言呢 上帝要求我的是双倍的 上帝将来审判我的也是双倍的 所以你看 当上帝赐坏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去自行和遵守 然后我们看到 然后可是如果你 这个第三天教会里面 如果你看希腊玻璃 起码希腊玻璃你还找得到 今天你去土耳其 你说我要去 土耳其你去 我要去希腊玻璃 人家都会带你去 去希腊玻璃 希腊玻璃是一个名胜地 很出名的名胜地 出名那里 出名什么东西 出名土耳其域 Turkey bath 没听过啊 因为哦 希腊玻璃的地方 是一个很 很 很 它的是靠近 那个叫什么火山的山谷下 所以呢 它的温泉啊 它的 它有潜水啊 温泉是 至上最热的 到今天你去土耳其 你去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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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温泉呢 还是最棒的 因为 那个水还是很滚烫滚烫的 所以很多人 不是日本哦 要误会 其实最好的温泉 都是在希腊玻璃 然后呢,土耳其有一个系组,他们叫土耳其玉,过土耳其枣 就是以前,现在没有啦,以前啊,在2000年前呢,南南尼尼都一起共用这个温泉的 托光光去那边冲凉的,这是他们的文化 然后在那边呢,人家会帮你乌鲁,帮你按摩,帮你这个,到今天还是有的 但是今天,你去的时候没有男女公司的啊,你不要想太多了啦,没有啦 他们是有分男的澡堂和女的澡堂,你去到那边,他是躺在那个石头上 那石头是烧的,是热的,不是会烫你的,是很有热,它不会烫 你躺在那个石头上,他帮你按摩和massage,和做spa 所以,有去过那个土耳其玉的人,他一定会去享受这个土耳其玉 那,为什么会讲,我会跟你讲这个东西做什么 其实哦,今天你起码能从希拉玻璃的这个地方呢,还找得到它的遗址 它一些的东西,德罗西什么都没有了,伊勒波吉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还有一个地方叫勞比加,勞比加是,那我要跟你讲哦 奇妙是什么,圣经,上帝有写信给哥罗西,上帝也写信给勞比加 你说牧师,勞比加那里有写,有,他写在启示录 那我提醒你就明白了,有一间教会,耶汉写信责备他说 你这个又不忍又不热的教会,免得我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 讲的,形容的不忍不热的教会就是讲这个勞比加 勞比加,勞比加是一个很有钱,很富裕的城市来着 为什么他会富裕很有钱呢,因为呢,在他那边呢,有一个草,有他的,他的环境,地方呢,有一个草药 一种的草,专制做眼睛药的,眼药的,所以呢,他就靠这个,制造着眼药卖到全世界去 所以他也因为卖眼药而发达,这个城市很有钱 我怎么证明他有钱呢,有一次,根据历史记载,这个城市因为地震,整个城都破了了 政府来不及帮助他们,他们用自己,自己帮助自己,自己城市自己的人,把整个城市建立起来 你看他多有钱,但是如果你不要忘记,约翰责备这间教会 他说,你们这个教会,其实你们是富足的,可是你们是瞎眼的 用你们,你们用你们的钱去买眼药吧 你要多讽刺,这间教会,这个地区,这个地方,这卖专卖眼药的 却不能医治自己的属灵瞎眼 上帝叫他们去买,用他们的钱去买眼药来医治他们的属灵 今天老底价,教会也沦陷了 也找不到他的教会,起码你还可以找一些些的遗址 比如说他的罗马的戏院还有在 他的公共澡堂,就是那个洗澡的地方还有在 哥罗西完全是看不到了,他好一点的 哥罗西完全是弄不见了 这边还有一点点,希拉波利还完全来保留 为什么呢?因为这三间教会 哥罗西上帝有写信给他 老底价上帝有写信给他 希拉波利上帝没有写任何信 所以他的审判是最清的 所以你看到,我们从这个地理形式 我们可以学一道东西 当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你要学习遵守 要不然,审判在你身上是最大的 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主要的一个人物叫做斐利门 我们看斐利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斐利门是怎么样一个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保罗写信给他 是为了向他求情 叫他接纳亚尼西姆 然后,因为呢 亚尼西姆是保罗在混所中所生的儿子 就是说,表示说呢 亚尼西姆现在呢 已经信主得救了 以前不是 现在已经信主得救了 我们知道 亚尼西姆是一个奴隶 以前在当时的两千年的社会 奴隶制度啊 是一个很盛行的一个制度来的 可能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概念啊 你请问你家里有奴隶吗 没有了吗 我家里也没有奴隶 我都是做人家,人家的奴隶比较多 今天没有奴隶啊 可是你不要忘记,如果你的奴隶史书啊 奴隶制度 在十八世纪末 和十九世纪初 才完全的我解 所以我解这个奴隶制度 美国的林根总统 是吗?你们有读书 你们明白,你们知道 但是 圣经早在两千年前啊 保罗已经处理这奴隶制度的一个问题了 我们来看 在当时罗马帝国啊 总共整个国家 总共有六千万奴隶 很多哦 为什么要把这个数目告诉你呢? 因为呢 真正罗马公民啊 当时在罗马的所有的公民啊 才不过两千万罢了 公民有两千万 他们的奴隶有六千万啊 恐恐怖吗?可怕吗? 如果啊 这些奴隶一造反啊 整个呈现了 整个罗马帝国 整个罗马城就沦陷了 所以呢 在 当时我要给你看见奴隶制度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制度 奴隶来讲啊 等于是主人的身上一个零件 没有价值的 主人不会把他当人来看 当当 他只会把他当的是身上的一个私餐 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棋子 怎么样 奴隶 谈不到什么叫人权 就算 他的奴隶很乖很听话 老板 这个主人很赏识他 他也没有权利 他只能找 他看到一个所爱的人 不管他是女的奴隶 还是男的奴隶 他看到他所爱的人 他也没有结婚的权利 老板只能准许他们同居 一个奴隶连一个结婚的权利都没有 所以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社会 那 我们讲的奴隶 阿尼西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奴隶 那么今天 重点我们要看 这个主人是怎么样一个主人 圣经说 那么菲利门一家 圣经说 阿尼西姆就是这个菲利门家里的奴隶 不是别人的奴隶 因为菲利门 为什么菲利门要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菲利门是保罗的同工 保罗本身没有去过哥罗西 那么菲利门怎样信耶稣呢 菲利门可能在做生意 他是一个很有钱的生意人 因为他家是开放给做教会的 他可能去经过以佛所经商的时候 听过保罗传讲福音 因此来接受了耶稣 后来他也带领他的妻子和儿子 亚基布和那个叫亚非亚 一起来信耶稣 可见呢 菲利门这个家庭呢 是一个蒙恩的家庭 整家人都信耶稣的 就是说呢 千千万万的主人的里面呢 这个家庭是信主的 这个家庭 福音老早就进入他的家了 菲利门不单单是信主 而信主得救 而且圣经讲 他的爱心和信心 是可以被传送的 我们看到 看到说 证明说 听说你的爱心 并向主耶稣众生徒的信心 保罗在罗马城和哥罗西的相聚 有一千多里以外 千里以外 连保罗都听见他的爱心和他的信心 我们可见这个菲利门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是充满爱心和信心的人 是每一个人 家 护育小 眼镜的人都知道 菲利门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有好见证的一个人 他的生活和生命 是有直接影响人的人 他是一个开放自己的家 做教会的一个有属灵的人 使到保罗能够这样的称赞他 来形容他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读 你熟读保罗书信 你很清楚知道 保罗是一个不是很喜欢扩张 讲话扩张的人来的 可是这里保罗说 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 大有安慰 他形容 不只是快乐和安慰 大有快乐 大有安慰 就是说呢 保罗就在远处呢 在远远的罗马那边 被囚禁在监狱里面的保罗呢 听到菲利门的行为 的举止呢 不但高兴 而且是很大的成长 菲利门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菲利门一家人 不但是信主 而且很爱主 而且他的爱心 在哥罗西 演一带 演近的人都知道 他不光爱主 不光有很强的信心 他的爱心和信心 可以说是可以远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你有个概念 菲利门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接下来看 另外一个人 陶奴 阿尼西姆 阿尼西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阿尼西姆圣经说 在这个奴隶制度里面呢 阿尼西姆是在这样的家庭做奴隶的 不过很可惜有一天他逃走了 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逃走肯定跟钱财有关系 他可能偷了主人的东西 很贵重的东西 只要主人呢 在财务上有一些的损失 他就逃到很远很远的罗马去了 到了罗马 他可能 从此以后不用做一个悲 过一个悲惨的生活 因为他是个奴隶 终于自由了了 离开主人的管辖 离开主人的那个辖子 他已经来到罗马 他可以做一个自由人了了 他以为来到千里以外的罗马 已经很安全了了 如果他在哥罗西 可能他主人还会找到他 他逃到罗马去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人也没有人会找到他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么大的城市里面 没有人找到他 但是圣灵找到他 但是上帝找到他 上帝在尼亚尼西姆身上 有做一个很起码的工作 就是要尼亚尼西姆 尼亚尼西姆得到这个福音 那我们说有一个人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十一个人物 有一其中一个人物叫 伊巴佛 圣经讲伊巴佛跟保罗一起做监的 一起坐在监牢里面 那 保罗为什么要做监牢 保罗是为了要传福音 传的福音当时的社会 当时的政府不准他到处传福音 结果把他监禁了 那根据当时的律法 伊巴佛代表以哥罗西教会去探访保罗 问保罗的安 问安保罗 然后想要照顾他 伺候他 根据罗马的律法 你不可以伺候或者照顾一个 囚犯 除非你愿意跟他一起坐牢 我很感动 如果一天我坐牢的时候 不知道谁愿意陪我一起坐牢 伊巴佛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由哥罗西教会派出来的 然后为了要伺候照顾保罗 跟保罗一起坐监牢 可是 我们讲回这个阿尼西姆 阿尼西姆去到罗马的时候 被谁遇上了 被伊巴佛遇上了 那你说牧师阿 伊巴佛遇上也没什么大不了 你不要忘记 以哥罗西教会就住在 就住在菲利门的家 所以伊巴佛不可能不认识 尼亚尼西姆 结果尼亚尼西姆就劝 所以伊巴佛就劝尼亚尼西姆 把他领到保罗那边 保罗就在那里传福音 那当下 尼亚尼西姆也接受了耶稣 也接受了耶稣 这就是 我们来看 福音的大能 我们来看 我有个chart 关键 我们有亚尼西姆逃跑 从主人那边逃跑 跑到罗马去 然后 拿到罗马 罗马就遇到保罗 保罗把福音传给他 然后他就成为 保罗的属灵儿子 然后 保罗也成为 亚尼西姆的属灵父亲 别忘记 保罗曾经也传福音给匪利门 匪利门也是他属灵儿子 这两个人 不管是主人还是奴仆 都是保罗的属灵儿子 都是保罗带领他去耶稣的 所以我们来看 在这个奴隶制度的帝国的世界里面 上帝如何用 借着福音和福音的大人 改变这两个主人 如果在两千年前 如果你要随便 随便的释放一个奴隶 你就等于要撕裂整个社会的秩序 所以你要明白 保罗在处理一件很厕 很厕守的问题 搞不好呢 就是搞到自己遍体鳞伤的 我们来看 福音的工作 如何在两个人身上动工 而没有影响当时的奴隶制度呢 我们来看 这个福音的大人 圣灵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这里有个制度 就是奴隶制度 这个奴隶制度 我们知道它是违反圣经的 因为奴隶制度不把人当人看 圣经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所以它是违反圣经的 你看保罗怎么样看 保罗怎样处理 我们要来看 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 福音老早在两千年前 林肯还没有出事之前 已经在处理这努力的 努力的一个问题了 首先呢 圣灵先在斐利门的身上做工 他先改变这个人 他先改变这个人 自从斐利门蒙恩得救以后 我相信亚尼西姆一定有感觉的 他会看见 虽然斐利门仍然是我的主人 可是这个主人呢 是全新的主人了 他以前是拜偶像的 以前是不认识神的 从前的斐利门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亚尼西姆清楚得很 了解得很 现在不关斐利门已经是得救了 亚尼西姆也看到 上帝圣灵如何在这个斐利门的家 如何的做工 他看到 有一大批的基督徒去他的家聚会 人来人往的 在亚尼西姆的眼中 不可能不认识 上帝如何做工在这个家里 兄弟妹 这就是福音要做的 刚才我说 斐利门的爱心和信心是可以被听到的 眼镜的人都知道 我相信他的圣明 他的爱心和信心 可以远播到远在罗马的 远阿尼西姆也听到 我的主人现在已经蒙恩得救了 已经信耶稣了 不像以前的主人了 那个努力制度没有改变 福音怎样去改变当时的情况 他没有改变努力制度 他将这个主人改变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福音就是所要做的工 斐利门书不只告诉我们 斐利门得救了 不只告诉我们斐利门有爱心 有信心 眼镜的人都知道 斐利门也告诉我们 圣灵还要在奴隶制度的另一段 也就是阿尼西姆身上做工 而这个奴隶 是离开了他的主人 他还得罪了他的主人 还亏欠他的主人 然后逃之夭夭到遥远的罗马去 他以为这一下可好了 我自由了 我不用再受瑕疵了 当时保罗在罗马被囚禁 其实保罗的囚禁是 严格来讲是软禁 因为保罗传福音嘛 所以罗马政府不准保罗传福音 他就派一队的兵马 日夜不停的看住他 他用锁链锁住他的手 一条锁链一端是绑着保罗的手 另一端是绑着罗马的兵 是24小时看管者 他有自由 他有什么自由 他可以写信 有写信给教会的自由 可是他也没有自由 他为什么没有自由 因为24小时都有人盯着他 他没有我们今天讲的西洋群 私隐 私隐权 他也没有他自己的私隐 他大便小便都有人看着他 他连咳嗽一下也有人看着他 所以保罗是被捆绑的 你可以问我牧师 保罗为了耶稣基督被关在监狱里面 没有自由 现在拿阿尼西姆为了他的自由而逃亡 逃到罗马去 如果你正常来讲 阿尼西姆会叫他 你要跟我讲自由 你现在被捆绑 你要跟我讲自由 你要传福音给我 你先救你自己先 对吗 照理讲的阿尼西姆可能会对保罗这样说 对不对 可是 上帝在阿尼西姆身上做一个很勤的工作 阿尼西姆并不是这样看 阿尼西姆看 这个人 本来是一个自由人 他不是奴隶来的 却因为爱主缘故 为了要侍奉主要传福音给人家 而今天被捆绑了 而没有了自由 我是做坏事 我本来是奴隶来的 我身份就是被捆绑的 但是我为了要争取我的自由 来逃跑离开 我是做错的东西 那这里有两个东西 你要学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do the thing right 保罗是做对的东西 to do the right thing 阿尼西姆是做错的东西 to do the thing right 他本来不是这样的 他为了要做 他要做好事情 他把东西颠倒了 这是两个不同的人 但是两个不同的人 却给上帝来 被借着保罗来摸着 今天他是信咬耶稣 那有一件事情 我要跟你讲的很重要 就是圣经讲说 阿尼西姆是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原文在捆锁中 意思是说 是一个男产下 男产的过程生下的儿子 那你做母亲的 做女人的你明白 当你怀孕生孩子的时候 如果你的孩子是男产的话 男产然后又 又顺利把他生下来 然后孩子又没有腰折 腰折 你一定很宝贵这个孩子 对吗 难得我的儿子死里复生 本来男产就完了 这个孩子就死掉了 保罗在监狱里面把他生下来 就用笔语 用意思说 他在监狱里面 把他传注音 让他生下来 所以保罗很宝贵这个孩子 很宝贵这个属灵儿子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个阿尼西姆改变了 现在圣灵要做的 就好像在菲利门所做的身上 先改变主人 然后改变这个奴隶 他似乎没有改变整个奴隶制度 什么时候 这个主人不再一样 这个奴隶不再一样 问题就不再一样了 福音本身有一个工作 在亚尼西姆身上 圣灵在他身上的做工很深 主耶稣已经成为亚尼西姆的主人了 不是菲利门 他接受了主耶稣 主耶稣不仅只是他的救主 今天耶稣 成为了亚尼西姆的主人 而 圣灵在亚尼西姆身上 有一个工作 有一个催俱 要他回去主人的身边 这就是福音的工作 福音没有改变制度 福音改变那个人本身 以前想淘宝的亚尼西姆 今天被上帝深深的感动和改变 他要回去主人身边 这就是福音想做的工作 但是我要告诉你 眼前有一件 问题很大的问题 在当时的社会 当时的习惯 一个奴隶逃跑的话 他会接受的惩罚有两个 轻 轻的话 轻判的话 如果那个奴隶被抓回来的话 那个主人有权利 用一个铁 烧的滚烫滚烫 然后烙印在他额头上 让人都看到他 他是曾经逃过的 以后没有那么容易被逃 这是轻判 严重的话 他有权利把他的这个奴隶的 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亡 所以你要明白 兄姐妹 阿尼西姆是要冒着冒险回去的 什么力量死到他愿意回去呢 这就是基督的爱 他以前是做错了 他偷了主人的东西 然后逃跑了 今天 福音的大人和福音的工作 在阿尼西姆身上是有印记的 这个人改变了 这个人愿意回到主人的身边 所以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保罗要写斐利门书 要写信给斐利门 向斐利门求情 你接纳阿尼西姆 所以你看整个信件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很深的一个 圣灵的工作 和福音的大人 在一个人身上改变 我们看到 保罗说 这是我的孩子 如果你今天 用今天保罗所讲的话 人家会觉得很吉利的 他是我心上的 保罗说 阿尼西姆是我宝贵的儿子 是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他是我心上的 只有你跟你女朋友说 你是我心上的人 你不会讲 那个人啊 你的朋友是我心上的人 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保罗对 尼阿尼西姆 虽然在别人眼中 尼阿尼西姆是一个没有益处的人 是一个奴隶 是一个任人百步的棋子 是一个没有用 没有价值的 但是保罗说 这个人啊 是我欣赏的 这个人啊 是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来的 保罗不是一个很交情的 不是一个很烂情的 随便讲我爱你啊 我心上的人 不是一个随便的 但是在这个点上 他把这个 尼阿尼西姆的身份 转变了 他说他已经 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奴隶了 兄弟姐妹 他已经是高过奴隶了 他是我亲爱的弟兄 是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在保罗的心目中 在保罗的心上呢 这个亚尼西姆是有地位的 有重担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圣灵 在两个 主人和苦人的身上 做了奇妙的工作 圣灵改变了主人 圣灵也改变了奴隶 所以根本不用 那个制度根本没有换到 但是却 解决了 当下的问题 没有一个力量能够 让 尼阿尼西姆勇 勇敢地回去 如果 要不是 上帝的爱 基督的爱 助使他 感动他 催促他 回到主人的身边 今天我要共用一个故事 过的一个笑话 来结束我的 我的讲道 有一个探险家 在南美洲 遇见了一个食人族 他们正在吃着他们的晚餐 你的晚餐就是吃人肉 食人族嘛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食人族 食人族的酋长啊 就对这个探险家说 我是 曾经在 去英国 留过学 也读过 哈佛大学 然后 探险家就很 惊讶地问 既然你受过这么高深的教育 为什么你现在还吃人肉 那个酋长说 是的 不过我现在没有用手吃 我现在用刀茶吃了 兄姐妹 如果 福音 今天你信了耶稣 你来了教会 如果福音没有在你身上发酵 和做工的话 你就好像那个食人族 虽然你已经是受过高等教育 虽然你来过教会 虽然你读过经 虽然你 你参加过聚会 你跟那个死人族没有什么分别 你还是吃的死 你还是吃的人肉 今天我要劝勉 今天我要劝勉你 要鼓励你 让福音在你身上做 让福音在你身上发酵 我有在 让福音在你身上发酵的时候呢 你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改变 而不是像死人族 而不是像死人族这样 空有知识 而没有生命的改变 另外 兄弟妹 保罗在监狱里面 他有一百个理由 说哎呀 反正我要传福音 被捉进监狼里面 我已经很惨了 没有什么性情了 可是你看 保罗在监狱里面 也是不断的传福音 他在监狱里面 也把福音 也在福音里面 在监狱里面 结果子 把福音传给亚尼西姆 兄弟妹 让我们也是一样 不要停留 只是在来参加聚会 想一想 你身边还有很多人 没有听过福音 还有很多人 没有接受到耶稣 让我们学习保罗榜样 将福音 不管 不论得实 不得实 不管怎么样的情况 总是要把福音传给 你身边的一些人 让我们站立起来